Hello, 大家好, 我是 Jack 我今天做的是鹽色鬆餅 看看菜單 高筋麵粉加入糖 鹽 酵母 蛋黃 牛奶 然後拆成麵團 直至見不到乾粉為止 之後可以加入室溫牛油 繼續攪拌到它 完全吸收了牛油 這個過程我用了大約10分鐘 這個時候把麵團拿出來 拉出乾面 準備進行第一次發酵 今天的氣溫是22度 蓋好它 我用了一個半小時發酵 完成 工作桌上灑點粉 拿出麵團 輕輕按壓排氣 然後把麵團分成四份 然後把麵團分成四份 然後把麵團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把麵團搓成一個球體 然後把麵團放在上面 蓋好它 進行第二次發酵 發酵完成 如果你是電熱爐的話 把爐的熱力設定在3.5度 又或者用小火 每一邊慢慢煮10分鐘 在這個時候 再在麵團上面 灑上一些粗麵粉 間中移動一下它 令到麵團平均受熱 10分鐘後 反轉它 再煮另一面 也是10分鐘 好 20分鐘後 好 反轉它 看看 OK 豬柳漢堡的麵團就完成了 可以用來做豬柳漢堡 如果你想看豬柳漢堡怎麼做的那條片 可以在影片尾中 鍵入連結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 多謝 拜拜